一座城市一艘战舰 因为一个共同的名字解下了不解之缘 这段时间我们栏目推出的 我的家乡我的舰系列报道 在全国多个媒体平台转播并掀起热潮 各地市民通过节目看到了自己家乡舰上的海军官兵 驰骋大洋战风斗浪的英姿 感受到了他们守护万家团圆的责任担当 也激发了家乡人民关心国防 关心军队建设的热情 在我们南昌舰的走廊里 有一排烫金箭训 英雄城 英雄舰 英雄做英雄人 在英雄城南昌市 海军南昌舰战士胡家豪的家人们 早早地就守在电视机前 感受着万顿大区首见的雄姿 胡家豪作为青年官兵的代表 自信帅气的出镜更让全家自豪 最近看到各个媒体都报道了家豪 然后特别是我们省市各个媒体 像江星日报 南昌电视台 感觉特别开心 我希望他以后更加地努力为国争光 在那个大学时期过后 我会去当兵 跟随他的脚步 跟随他的步伐 为国效力 海军广西建战士秦冰锋 在节目中用家乡话 讲述投身军旅强军报国的故事 也让父老乡亲倍感亲切 我也经常跟他们的年轻人讲当兵 这是为保卫祖国 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感到最好 在全国各地的媒体平台 战舰与家乡的故事 持续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也掀起了参军报国的热潮 成为了火热军营 向青年发出的真挚邀请 我觉得他们白色的军装 十分的帅气 我也希望有一天 能穿上他们白色的军装 登上军舰 保卫我们的祖国 不爱红装 爱武装的那种气势和力量 男子女兵的力量 非常期待有一天 能够看到这样的自己 在各地中小学校 海军叔叔的故事 也成为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 原来深圳舰这么厉害 长大了 我也想成为海军 像他们一样保卫祖国 在泰州市海军小学 学生们还自发 给海军叔叔写信 用最真挚朴实的话语 为他们送上祝福 海军叔叔感谢你们 保卫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希望我们的祖国 越来越强大 也希望海军叔叔们 能常回家看看